净切不明了。 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。 生活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没有阳光。 智慧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 莎士比亚装傻得好也是要靠才行的。 他必须窥似被他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。 了解他们的身份,还得看准了时机。 然后像窥似舔眼前每一只脸的音一样。 每个机都不松。 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。 莎士比亚一切朋友都要得到他们忠贞的报仇。 一切仇敌都要成到他们罪恶的苦碑。 莎士比亚没有德性的美貌,是转瞬即逝的。 可是因为在你的美貌之中,有一颗美好的灵魂。 所以你的美貌是永存的。 莎士比亚,万事总须守权利派,不能再问良心。 莎士比亚爱和叹相同。烧起来的,没法叫他冷却。 莎士比亚一套衣服,一顶帽子的事要时髦不时髦。 对于一个人的来世没有什么相干的莎士比亚。 只需一阵烈风就能把乌云吹散。 并不是每块乌云都能引起一长风,到莎士比亚失去了诚信。 就等同于敌人毁灭了自己。 莎士比亚我荒废了时间。 时间便把我荒废了。 莎士比亚爱情是叹息吹起的一阵烟。 恋人的眼中要他进化了德火星。 恋人的眼泪是他激起的脱脱。 他又是最智慧的疯狂。 耿猴的苦味。 吃不到嘴的蜜糖。 莎士比亚青春是快原料。 迟早要制作成型。 莎士比亚青春的特征乃是动不动就要背叛自己。 即使身旁没有诱惑的力量。 莎士比亚若有汗烟。 其实喜之莎士比亚一个骄傲的人。 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。 莎士比亚人的一生是短的。 但如果A列比过这短短的一生, 就太长了。 莎士比亚您的花言跳语。 对于了解您的人来说, 是足以泄露您的空虚和弱点。 莎士比亚人在不走运的时候总是带出一副老。 莎士比亚爱情不过是一种疯。 莎士比亚抱负不是勇敢。 忍受才是勇敢。 莎士比亚自古红颜多过命。 莎士比亚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。 多么高贵的灵性。 多么伟大的力量。 多么优美的仪表。 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。 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。 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。 万物的灵场。 莎士比亚。 漂亮的铲发给俊俏的脸。 但平天光, 才莎士比亚。 直到再找不到对手, 才收藏起自己的剑锋。 莎士比亚人生苦短。 若虚度年华, 则短暂的人生就太长了。 莎士比亚, 九十上得来的朋友。 等到九近尊空, 转眼成为路人。 莎士比亚时间老人自己是个秃顶。 所以直到世界末日, 也会有大群秃顶的徒子徒孙。 莎士比亚。 爱情不是花映下的甜甜。 不是桃花圆中的蜜语。 不是青年的眼泪。 更不是死硬的强迫。 爱情是建立在共同语言的基础上的。 莎士比亚天色越是晴朗空明, 越显得浮云的浑浊。 莎士比亚名字有什么关系? 是把玫瑰花叫做别的名称。 它还是照样方向。 莎士比亚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结。 莎士比亚音乐有一种魅力, 可以赶化人心向善, 也可以诱人走上堕落之路。 莎士比亚谁想要马高山移为平地。 当一座山推倒以后, 另一座山又已经堆了气, 来莎士比亚族, 要有时也能治。 莎士比亚从各方面对习俗的质疑, 是每一个莎士比亚爱是一种甜蜜的痛苦。 真诚的爱情永不适走一条平坦的道路的。 莎士比亚没有力量的意志, 就如同假装士兵的莎士比亚生命的短促, 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较远的后世。 莎士比亚时间正向上一个屈颜覆式的主人, 对于一个领序的客人不过和他略为握握手。 对于一个新来的客人, 却伸开了两地, 非也似得过去抱住他。 欢迎是永远含笑的, 告别总是带着叹息。 莎士比亚不应当集于求成, 应当去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。 切而不舍, 时间会成全一切。 凡事开始最难。 然而,更难的是, 何以善终。 莎士比亚大海有改善, 热烈的爱却没有边界。 莎士比亚我们宁愿重用一个活跃的侏儒, 不要一个贪碎的巨人。 莎士比亚书提是人类知识的总统。 莎士比亚爱和叹相同, 烧起来的没法叫她冷却。 莎士比亚假如我必须死, 我会把黑暗当作新娘, 把她拥抱在我的怀里。 莎士比亚没有比更值更富的一尘。 莎士比亚血液中的火焰逆燃烧起来。 最坚强的誓言也就等于草膽。 莎士比亚书提是全世界的营养品。 生活里没有书提就好像没有阳光。 智慧里没有书提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 莎士比亚白糖上面焦蜂蜜, 蜂蜜上面盖白糖。 莎士比亚心灵的伟大表现的并不明显。 因为莎士比亚尿泡虽大, 无精养。 平驼虽小鸭千金。 莎士比亚有德的妇人, 即使容貌丑陋, 也是家庭的装饰。 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。 生活里没有书籍, 就好像没有阳光。 智慧里没有书籍, 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 莎士比亚演气的好像总是那三个人丈夫。 莎士比亚竟由爱早, 还是爱竹竞天。 莎士比亚尤其是在磨炼中生长的莎士比亚, 爱和碳相同。 烧起来,得设法叫他冷却。 让他任意者, 那他就要把一颗心烧焦。 莎士比亚理智可以制定法律来约束感情。 可是热情激动起来, 就会把冷酷的法令灭气不顾。 年轻人是一头不受拘束的野兔。 会跳过老年人所设立的理智的凡离。 莎士比亚, 你要看见朋友之间用的这不自然的立法的时候, 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感情已经摔落。 如果莎士比亚生命断促, 只有美德能将它流传到辽远的后世。 莎士比亚不要指着月亮起事。 它是变化无常的, 每个月都赢亏圆缺。 你要是指着它起事。 也许你的爱情也像它一样的无常。 莎士比亚最深刻的真理。 是最简单和最朴素。 莎士比亚, 朋友间必须患难相继。 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。 莎士比亚人, 世间的贺光荣。 往往产生在罪恶之中。 为了身外的浮明, 牺牲自己的良心。 莎士比亚真正的爱情, 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。 行为才是中心的最好说明。 莎士比亚正像太阳会从乌云中探出后来一样。 不依粗福, 可以格外显出一个人的正直。 莎士比亚谁告诉我真话? 即使她的话里藏着死亡。 我也会像听人家恭维我一样听着她。 莎士比亚一切礼仪。 都是为了闻世, 那些虚应不适的行为, 言不由衷的欢迎, 出尔反尔的殷勤而设立的。 如果有真实的友谊, 这些虚伪的行事就该一遇并弃。 莎士比亚我承认天底下再没有比爱情的责罚更痛苦的。 也没有比不是她更快乐的事了。 莎士比亚开门八字朝南开。 有礼物贤墨尽来。 莎士比亚忠诚的爱情冲溢在我的心里。 我无法估计自己享有的财富。 莎士比亚时间会刺破青春的华丽精致。 会把平行片刻上美人的鹅脚。 会吃掉西式珍宝。 天生力直。 蛇们都逃不过她横扫的镰刀。 莎士比亚英雄诗时把头逼。 凤凰落甲不如击莎士比亚。 任何一种兴趣都包含着天性中有心。 莎士比亚有力的理由造成有力的行动。 莎士比亚不太热烈的爱情才会维持久远。 莎士比亚抛弃时间的人。 时间抛弃她。 莎士比亚在紧张的行动中间。 言语不过是一口冷气。 莎士比亚良心无非是诺夫们所用的一个名词。 他们害怕强有力者。 解她来做旁塞。 莎士比亚洪水可以从涓滴的细流中发生。 莎士比亚爱情里要是掺杂了和她本身无关的算计。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。 莎士比亚纯朴和忠诚所呈现的礼物。 纵是可取的莎士比亚有得必有用。 正直的人绝不甘血。 莎士比亚行为无价宝,甚为护身术。 莎士比亚有得必有用。 正直人绝不甘血。 莎士比亚为剑往往是飞鹰的阶梯。 凭借着她一步步踏上了高处。 当她一旦登上了最高的一级之后, 她便不再回顾那梯子。 她的眼光才夺目仰望云霄。 瞧不起她从前所视为凭借的低下的阶梯。 莎士比亚最理想的境地屁不可达。 人往往不知退而求其次。 莎士比亚和狐狸打交道。 你必须比她更有心。 莎士比亚生平富足的圣士突然养成一匹诺夫。 困苦永远是坚强之母。 莎士比亚强有力的理由,产生强有力的行动。 莎士比亚熄灭吧!熄灭吧! 瞬间的灯火。 人生指不过是行走着的影子。 莎士比亚要是在我们的生命之中。 理智和情欲不能保持平衡。 我们血肉的血腥就会引导我们到一个荒唐的结局。 可是我们有的是理智,可以冲淡我们汹涌的热情肉体的刺激和奔放的淫欲。 莎士比亚虽然全是一头不值的熊,可是精子可以拉着她的鼻子走。 莎士比亚好久无需招牌。 莎士比亚有很多粮肉,剩余有很多财富。 莎士比亚无数人士的变化孕育在时间的黑胎里。 莎士比亚老实人从来不吃亏。 莎士比亚为的之前是请求。 记得之后是命令。 莎士比亚爱人的野心使人被受痛。 莎士比亚就是得来的朋友。 等到九并尊公,转眼成为路人。 一片冬天的乌云刚刚出现。 这二飞虫们早就躲得不知续向了。 莎士比亚管抛贴的时间怎么样,昏是这一切。 我们要在这一切上存的时候,努力博取我们的生育,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。 莎士比亚不良的习惯会随时阻碍你走向成名破例和享乐的路上去。 莎士比亚傻瓜的石顿是才子的磨刀石。 莎士比亚我们一个指头痛疼的时候,全身都会觉得难受莎士比亚善恶的区别。 在于行为的本身,不在于地位的又无。 莎士比亚今天是个好兵士。 有了他就可以使人勇气百倍。 莎士比亚愚人的蠢事,算不得提起。 聪明人的蠢事才叫人笑痛肚皮。 因为他用全副的本领证明了自己的愚本。 莎士比亚鬼必须要卫妆。 真比喜欢阳光。 莎士比亚爱比莎人重罪更难隐藏。 爱情的黑夜有周五的阳光。 莎士比亚爱你自己要爱。 真爱在最后,真爱那些恨你的人。 诚实与起不坏会给你赢得劣多的好处。 在你的右手里,永远举着温顺的和平之。 免得基督之徒说闲话。 做人要公正,不要怕。 你所要达到的一切目的,应该是你的国家实体和真理所要达到的目的。 莎士比。